男人没打开一扇房门 就会从里面走出来一个角色美人 从性感的白衣护士 到妖娆的妙龄空姐 只要你的想象不停 他就能给你创造更多奇迹 男人名叫林梦宇 是这座公寓大楼的中介 手上不仅有所有房间的钥匙 还被房东们亲切地称为楼主 只是他们并不知道 林梦宇这人有个小癖好 就是玩的花 经常带着女友 偷偷溜进房东们的家里 玩角色扮演 并且他还不怕邻居发现 因为每次开始前 他都会把车停在 业主的车位上 只要房东回家 他就能第一时间接到电话 谁啊 你知不知道 已经看到我车位了 好好好 我马上挪车 马上挪车 你先继续挪车 别生气 然而在这个社会上 总有一些人不按套路触牌 一个房东见车位被占 直接就打了拖车电话 拖车公司吗 你就把它进到路边上 等着警察给他添滑的 等房东回到房间后 三官被五官震碎了一地 好在老林答应赔钱 房东这才没有报警 而经过这件事后 老林也只能将战场 转移到女友家里 结果却不料 又碰到女友的妈妈上门 情急之下 老林只好赶紧躲了起来 可奇怪的是 等母亲离开后 女友找遍了整个房间 却始终没看到老林的影子 而这么大的一个人 竟然说消失就消失了 就在女友怎么都想不通事 一起突如其来的凶杀案 却揭开了这背后的真相 在死者卧室的通风口处 警方提取到了老林的指纹 而这通风管道四通八达 不仅解释了老林是怎么失踪的 还让他成了杀害美宝最大的嫌疑人 随后在中队的审讯下 老林也是如实交代了一切 原来自从美宝搬到这座公寓后 老林就对他心生爱意 经常会顺着通风管道 偷看美宝的日常起居 以满足自己的变态嗜好 但对于美宝的死 他却极力否认和自己有关 我承认 由于没有确凿的证据 中队也无法直接给他定罪 而老林为了帮自己洗脱嫌疑 反倒是给警方提供了一条新的线索 在他有史以来的偷窥生涯中 曾亲眼看到过360二房的林大森 不止一次进入过美宝的房间 并且更关键的是 林大森是个凤凰男 每次在家里受气后 就会来到美宝这里找存在感 还把妻子穿过的衣服项链 全部照着相同的品牌 一模一样的买给美宝 假装自己见过多大的世面 但对于老林结过婚的事情 美宝其实并不知情 直到在一次元旦的跨年晚会上 美宝这才见到了正主 相同的装扮 很快就引来了一群吃瓜群众 而这场景也不言而喻 妻子当场就要赏美宝一个耳光 好在被老林给拦了下来 而经过这件事后 美宝也终于意识到自己爱错了人 看着悲伤不已的女神 老林有点于心不忍 于是便趁着美宝不在家时 偷偷给她写了一封留言 只见上面写着 你值得更好的人 可惜还没等美宝看见 就被自己的妻子先发现了 原来老林由于工作压力大 经常需要安眠药才能睡觉 但这要有个副作用 那就是梦游 妻子也正是因为这样 才知道了老林隐藏的秘密 为了维护自己的婚姻 妻子拿走了那张纸条 并用美宝的口气写了一封回信 当老林发现时 本能地把这当成了美宝的恢复 哥 谢谢你对我的关心 我知道你对我一直都很好 但是我觉得 我们还是不要太介入彼此的生活比较好 毕竟 只要知道彼此的心意就够了 作为一个资深的变态 能得到女神这样的理解 老林也是深感惭愧 也正是从这天往后 她就彻底封死了通风管道 再也没有介入过美宝的生活 所以对于美宝的死 她知道的也就仅此而已 不过相比偷窥美宝的老林 林大森一家的嫌疑反而更大 因为不管是妻子林茉莉 还是丈夫林大森 似乎都具备情杀的可能 可是 事情又会这么简单吗